1982年,中国女排获得秘鲁女排式锦赛冠军后,主教练袁伟明说,世界排坛的最高荣誉是三连贯。我们女排的同志们,每时每刻都在想,一定要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冠军,拿到三连贯,实现全国人民的愿望。 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实现五连贯,创造了当时女子排坛的最佳成绩。重温经典,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决赛,中国队对美国队。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台湾小胞们,现在我们向大家转播,第23届奥林体育运动会女子排球决赛的实况,这是由中国女子排球队对美国女子排球队。 比赛已经开始,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有关其他的情况,等一会儿我们穿着它向大家介绍。 现在中国队传到4号位4号位的扣球,美国队后排把球接起来,美国队现在把球传到4号位4号位有海曼扣,海曼的扣球,中国队后排防守很严,把球打过来。 美国队现在还是快速进攻,由8号马杰斯把地球打中,美国队先得1分,现在是1分。 美国队,美国队,美国队,美国队。 美国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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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队在往前把地球打中。 这样战子左边,美国队,美国队,美国队突出在三拳方向。 三拳方向。 加大街震恋了。 现在翻发球 现在使用美国队发球 现在比数是1比0 美队发球以后中队先移穿到位 升过来 发球升在掉球 有二号凉宴 直接三位把这球掉中了 现在翻发球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台湾同胞们 海外脚胞们 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 这是第二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女子排斥的决赛 中国队对美国队 郎明发球球出界 现在翻发球 现在翻发球 现在比数是1比0 这是第一支的比赛 美国队8号马杰斯 发上手飘球 中国队一传接好了 中国队现在快球 美国队单身拉网 现在中国队再阻止进攻 拉开 飘球 美国队后排防守很严 一个直约把这球接起来 乔海曼 后排扣球 中国队现在四号位强攻 美国队现在自己保护 美国队把球打过来 现在中国队拉网以后 中国队后排保护 进攻 好球 中国队12号张荣方 扣球球打中了 现在翻发球 中国队发球 现在0比1 中国队这个球 是防守反击打得很漂亮 美国队一传 没有到位 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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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号 正美国的三号位交叉 这球打中了 现在一平 现在一平 中国队扣球得了一分 东队发球 美国队现在双块球 然后接着打二号位 二号位进攻 球打中 美国队是采用三号位的双块球 但是接着这个二传手 一个背传 传到二号位 二号位的扣球 这球打中 现在半发球 现在比数是一平 美国队发球 中国队现在一传接好以后 中国队拉开 中国队四号位的掉球 八号球 中国队四号位掉球 这个球掉成了 这还是12号张荣方 既是个经验很丰富的运动员 也是场上的队长 现在半发球 现在半发球 现在比数是一平 现在中国队发球